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大家》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毕卡索蓝色时期 忧郁的艺术情怀 2. 悲惨世界音乐剧《巴黎革命》的回音 3. 教父电影 黑手党家族的崛起与衰落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毕卡索蓝色时期 忧郁的艺术情怀 当然,我们来谈谈毕卡索的蓝色时期,这段时期的毕卡索可以说是艺术界的蓝色小调大师 他的画作比一部法国电影还要忧郁,比一首布鲁斯音乐还要深沉 这段蓝色时期大约从1901年开始一直到1904年 为什么毕卡索会有这样的一段时期呢? 传说中,这一切都始于他的好友卡洛斯·卡索格玛斯的自杀 这件事情对毕卡索打击极大,他开始在画布上挥洒出自己的悲伤和对生命的沉思 当然,也有人说,毕卡索当时只是因为买不起其他颜料,所以只好用蓝色 但这种说法,显然没有前者那么充满失意 在蓝色时期的作品中,毕卡索描绘了许多悲伤和孤独的主题 比如乞丐、醉汉、老人和病人 这些画作的色调几乎完全是蓝色和蓝绿色,偶尔点缀一些暖色 但那也只是像是冬日阳光下的一丝微弱暖意,无法驱散整体的寒冷 毕卡索的这些作品,就像是他内心世界的直接投射 每一笔,每一话都透露住我不开心,你们也别想开心的氛围 不过,这种忧郁并没有让他的作品变得不受欢迎 反而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毕竟,谁不喜欢在别人的悲惨故事中寻找一丝共鸣呢 幽默归幽默,毕卡索的蓝色时期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阶段 他不仅展示了毕卡索对于色彩的深刻理解和情感表达的能力 也为他后来的艺术探索奠定了基础 从蓝色时期的深沉忧郁,到后来的粉红色时期的温暖与希望 再到立体主义的革新 毕卡索的艺术生涯就像是一场跌宕起伏的情感之旅 而我们都是幸运的观光客 能够一窥这位大师内心世界的奥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悲惨世界音乐剧《巴黎革命》的回音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音乐迷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网络漫游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那部让人既想哭又想唱的音乐剧《悲惨世界》 首先让我们把时光积掉到19世纪的法国 那是一个浪漫与革命并存的时代 也是一个让人们既想高唱、马赛曲、又想哀叹人生苦短的年代 《悲惨世界》是基于法国文豪维克多余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这部小说厚的可以用来防身 但它的音乐剧版本却能让你在几个小时内体验到整个故事的起伏 这部音乐剧的故事围绕住主角上万强 一个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而被判处19年苦意的可怜人 出狱后他决定洗心革面 但是一位名叫贾威尔的警察 却像个不放松的跟踪狂一样 始终不肯放过他 这部剧展示了上万强的救赎之路 以及他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种种遭遇 但别误会 这部音乐剧病不是关于1789年那场大名鼎鼎的法国大革命 而是1832年的巴黎六月起义 一场相对小规模但同样充满激情的抗争 这场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它在悲惨世界中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背景 为故事增添了一层深刻的历史意义 因乐剧中的歌曲 啊 那可是一首接一首的情感炸弹 从《我梦见了一个梦》 这样的心碎之歌 到红与黑 这样的革命热血之曲 每一首都能让你的心灵震撼 而 这首歌更是成为了全球抗争运动中的非官方国歌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巴黎市民 你每天的娱乐可能就是去看断头台的表演 或者是去咖啡馆听听那些自以为式的知识分子 讨论政治 然后突然有一天 你的邻居上万强开始在街上唱歌 而且还唱得挺好听的 你可能会想 嘿 这个世界真是够悲惨的 但至少这家伙的歌声还不错 悲惨世界 因乐剧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 它是一个时代的回音 一个关于希望 爱 牺牲和救赎的永恒主题 它提醒我们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人类的情感和理想总是相通的 而且 谁不喜欢一边哭泣一边吃爆米花的感觉呢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 悲惨世界的音乐响起 不妨想一想那些 在巴黎街头为自由而战的人们 以及那些在舞台上 为了让我们感动而唱歌的演员们 这就是 悲惨世界 一部让你的心灵得到进化的音乐剧 即使它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悲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教父电影 黑手党家族的崛起 衰落 各位亲爱的电影爱好者 历史迷 以及那些偶尔幻想自己能够像 Vito Corleone一样有位有势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部 让人无法拒绝的电影 教父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安静的晚上 家里的猫咪症 躺在你的膝盖上 你轻轻地抚摸住它 突然间 你的手指变得有点沉重 你的眼神变得深邃 你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Don Corleone 但是 当你开口说话时 你意识到你 只是在跟外卖小哥订晚餐 而不是在安排一场意外 现在 让我们回到正题 教父 是一部由Francis Ford Coppola指导 根据Mario Puzo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黑帮电影的经典 它更是一部 关于家族 荣誉 权力和腐败的史诗 它讲述了 Corleone家族的崛起与衰落 以及家族中的忠诚与背叛 Vito Corleone 这位家族的创始人 是一位来自西西里的移民 他的崛起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但他总是坚持一种扭曲的荣誉感 他知道如何给人 他们无法拒绝的提议 这通常意味着 如果你不接受他的好意 你可能会在马床上醒来 发现 一匹马的头在你旁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家族的权力开始动摇 Vito的儿子Michael 本来是一个有道德的战争英雄 但最终被家族的黑暗面所吞噬 他的转变从一个外人 到一个比他父亲更冷酷的教父 是电影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他试图将家族业务合法化 但是 就像任何好的戏剧一样 过去的罪行总是会追上来 教父的故事是如此引人入胜 以至于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它几乎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他教会了我们 一些重要的人生课程 比如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永远不要在外人面前说家里的事 以及如果你要策划复仇 最好在你的敌人的婚礼上进行 总之 Coreon家族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黑暗面地预言 它展示了如何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 失去灵魂 以及如何在一个 看似封闭的系统中 家族的爱和忠诚 可以成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 而最终 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想要走出黑暗 正如Michael Corleon 在第三部电影中所发现的那样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out They pull me back in 正当我以为我已经脱身了 他们又把我拉回来了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家里 想要给人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时 记得 你可能只是在和外卖小哥谈论披萨的配料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体验一下Coreon家族的生活 只需要按下遥控器 让教父的世界再次在你的客厅里展开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毕卡索的《蓝色时期》 《悲惨世界》音乐剧 以及教父电影 这些作品虽然风格迥异 但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情感和思想 在毕卡索的《蓝色时期》 我们看到了一位艺术家内心深处的忧郁和对生命的思考 这些作品融入了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 成为艺术史上的经典之作 《悲惨世界》音乐剧则 以其丰富的剧情和动人的歌曲 将我们带入了19世纪法国的浪漫与革命的时代 它让我们感受到人类情感和理想的共通性 并提醒我们在困难中寻找希望和勇气 而教父则通过一个黑手党家族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权力和家庭的复杂关系 他提醒我们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 不要失去自己 并让我们思考家族、忠诚和正义的价值 这些作品的深入分析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性 它们不仅是娱乐 更是一个窥探人类心灵和社会的窗口 它们让我们思考人类的情感和理想 并引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和讨论 我非常期待听听你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 你对这些作品有何感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